国道一号南向市公里处细止路段 在二号晚间的土石边坡二度坍塌 灾情也扩大 那么从二号的晚间7点50分开始 五堵到细止主线全线封闭持续抢修当中 因此前往到台北的国道就只剩下国三可以通行 那么今天早上很多上班的车潮都回堵在基隆卖金路 准备往国道三号的方向 那么也因此让很多的民众得要被迫改搭客运 只不过客运站一样是满是人潮 许多的民众在上班的通行因此受到影响